嗨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玩这一套特别厉害的卡座 特别厉害 特别厉害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我被这套卡座打爆了 我被这套卡座摁在地上捶 你们可能不相信 然后我就把它抄过来 既然把我打得那么狠 我就把它抄下来去揍别人 缓解我的心中的恨 好 这是一个皇家猪 我直接渔夫给他勾过来 渔夫 渔夫 你在干什么渔夫 我的意思是 你在干什么猎人 渔夫要勾他 你没看到吗 然后没事 都掉了点血 再掉了一点点 平均血卖一卖 然后把猪塔开了就可以 我们刚才说到哪里 我说这套卡座特别厉害 容错率特别高 一会儿你们就看见了 这是女皇珠 这套是在大殿的女皇珠 曾经全游戏最厉害的meta卡座 如今它又怎么样呢 让我们用这套绿胖 还是绿胖 不得不说绿胖有点过于强势了 下次应该肯定会削弱绿胖了 好 对面是女皇珠 曾经meta卡座号称 无人能打进去的防御 只要你技术够好 谁都没有办法打进去 但现在已经不是女皇珠的时代了 是我无敌绿胖的时代了 黑王直接把它拍掉鱼钩 勾不过去 然后小炮爆了 大胖 这个大胖 绿胖 大摇大摆的 直接走进去 想当年女皇珠 小炮一立 快递一砸 然后滚木一滚 谁都别想打进来 但现在时代不一样了 这个女巫 奶奶变几只猪过来 然后她 大概率直接女皇防守 我一个大殿给她劈掉 她能怎么办 她什么都做不了 她没了 我们先看下一把 好我们来到第一把 第二把 好我们手里有这张黄毛 净化卡是黄毛 我们可以开局过一张 过一张黄毛 然后下一张就是净化的 黄毛送掉也可以 但是开局的话 这么分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我看天狗也是经常这么分 更何况 我们地面这么硬的卡组 分不分 都可以 当然是可以分的 这里女傅拉一下 这个黄毛应该不会被拍到了 没关系 没关系 黄毛被拍掉 反正本身都是 就是炮灰 被拍到无所谓 那么这个渔夫能不能勾进去呢 渔夫不能 渔夫能勾进去 渔夫能勾进去 我话没有讲完 这个不算数 那么 那么他是一个 根据他目前出的牌来判断 我猜他是个石头人 在滚筒 滚筒 古龙 狂暴 乔夫 应该不可能是气球 应该是石头人 那么我们这套卡组 我猜一剑 铁石头人 我们这套卡组一套石头人 是99.99% 逼一剩 几乎他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赢到 除非他是个顶尖的高手 然后和我实力有非常大的差距 不然不可能赢我 好了 成石头人 我一个绿胖 把他猜一剂和黑王全部干掉了 那么 他现在是要怎么打他进来呢 我手上有一个渔夫 有一个猎人 有一个进化的黄毛 他是要怎么用石头人打败我 我自己想象都想象不出来 我自己都想象不出来 我会怎么输 好了 这里猎人 猎人防一下 然后渔夫 给石头人给他勾过来 然后黄毛 直接砍 这个狂暴 小夫 这波应该是守下来了 他有没有要跟牌的想法 我觉得他看到我这三三牌出来 他已经绝望了 我觉得他已经绝望了 他真的还要玩吗 你还要玩吗 hello 你在吗 好他不玩了 看下一把 嗨朋友们 欢迎来到第三局 这个对手他叫 Yeddy Yeddy99 好 他叫 他的部落叫 Powered 充满能量的红 大力红 强力红 这里我们成一个绿胖 看他怎么办 其实我本来 如果手里有黄毛的话 我会想分一个黄毛 他又看到一个 我又看到一个熟悉的雷人 我觉得 有没有一种可能 有没有一种可能 这个卡组 我好像刚才几秒钟前见过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 是我们的 这个好朋友 好朋友石头人的 我最喜欢的卡组石头人 当然 仅现在在我玩这套卡组的时候 最喜欢的卡组石头人 好 这里雷电巨人 雷电飞龙 开一下主塔 然后 跟他 我这里直接黄毛上 因为我要过进化黄毛 直接满 他空中 空中的古龙和雷龙 刚才都出过了 他现在雷龙过出来 现在手上应该也有古龙了吧 好 这波敲头猛还能猛出点伤害 然后顺便把我们进化黄毛 过出来了 然后我直接接着猛他 接着猛 他手里手里有 好 他用骑士挡住了 我就不能用女巫奶奶变猪猪了 这波他要打回来吗 这波他骑士加古龙没锁住 还是被捅了一道 这里变些猪 防一防 看他怎么办 看他怎么办 我得 他好像在做采集器 他准备做采集器吗 猎人加黑王接着上 接着上 他做了一个采集器 这波他应该守不住了 这个猎人一枪 会把这个黄毛崩掉 好 他这塔应该是掉了 他这塔差不多掉 这塔守不住了吧 别守了 你不是石头人玩家 你得慢 你怎么要守 那么他硬守 硬守守下来了 行吧 那么我渔夫 加一个绿胖 打他左路 他石头人沉在六路 一般来说 渔夫会捏在手里 手他石头人 但我不在乎 因为我这条地面 实在太硬了 实在太硬了 猎人加进化黄毛 还有一张黑王 手里还有一张大剑 我怕什么怕 我乱打都可以 这个石头人 雷龙屁掉 批掉 批掉 狂暴黄毛 扛这个石头人 渔夫给他勾过来 我都想象不出来 我能怎么输 我都想象不出来 我能输 所以 你们以后要是 被石头人欺负了 可以直接晃下这一套 叫他做人 直接欺负他 直接欺负回去 但是 哎呀 这个 最后十秒钟 他要不要挣扎一下呢 好他应该没有希望了 多多少少 良心上有那么一点点过不去 很抱歉 石头人 又让你匹配到我了 好我们来看下一把对局 这个人他叫咪咪 他叫咪咪 咪咪 那么 他这个布鲁名字 我念不出来 那么开局的话 成一个绿胖 看他怎么办 我喜欢开局 开局先出牌 他是个地狱龙 那么 地狱龙 其实我们绿胖 地狱龙加蓝胖 那么我先用黑暗王子挡一下 没挡到 那么 那么直接劈掉吧 这个绿胖加头猫手 是可以直接 直接 配一个大殿 是直接可以过地狱龙的 地狱龙被头猫手投击下来 大殿就可以劈死了 好 他是一个地狱龙 加蓝胖 加冰冻 他要么是个冰球 要么是个冰墓园 应该就是这两个选项 应该没有其他选项 好 给他投一下 那么 那么 我有屠夫 屠夫狼胖 这个组合好像是 有一点 好像是 算克制绿胖的话 他应该是 为了克制绿胖配的吧 你看绿胖 后面跟什么小皮卡 跟什么东西 他可以狼胖 屠夫解掉 然后还 还带来一个地狱龙 但是很可惜 我是大殿 绿胖 他怎么搞的 他是挡不住的 他这个 好 这个移夫给他勾过来 绿胖 大摇大摆 直接走进去 捅一刀 再捅一刀 还要两个投保守 这个电法 能不能把电法收掉 电法收掉 可以 直接走进去 他这个 他已经针对过绿胖了 但是没有办法 没有绿胖 我是大殿绿胖 我是大殿 大殿 进化毛绿 这能拍进去 好拍一下 地狱龙的话 他会不会直接一个墓园 打回来 没有 那么 我直接野蛮人 忙他 手里有屠夫 屠夫 守野蛮人 能守住吗 我记得以前 屠夫好像是 有点守不动的 被扛起刀 被扛起得不错了 现在野蛮人 靴过来 不能直接把屠夫 扛死了 我以前记得屠夫打 进化野蛮人 是没有什么力气的 好 这里能不能直接开猪打 开不了 他直接这方拉走了 那么我女巫奶奶 变点猪 然后跟一个绿胖 直接走进去 他能不能挡得住 他能不能挡得住 这里大殿劈一下 劈一下 能不能直接走进去 再加一个万剑齐发 万剑齐发 能把地狱龙直接扫掉 大殿加万剑 能过地狱龙 这里 余夫直接勾进去 然后 这个移夫 叫的不好 差一点打进去了 没事 没事 我们是大殿 它是冰冻 然后我有 牛奶奶加猎人 守墓园的话 应该是很好守的 但是他想要挡住 我一个绿胖的话 很难 很难 这两个 全是给我大殿 全部劈掉 123 劈 再加个万剑 扫一下 扫这个直接扫进去 他挡不住 你也知道吗 他挡不住 你看他防御这么强的 蓝胖加屠夫加电法 还有个墓碑 他根本挡不住 我的绿胖 他根本挡不住 他还有一张飓风 根本挡不住 这么强的防御 挡不住 他挡不住 好 他现在变两只 牛奶奶变了一只猪 我跟一个大殿劈进去 投猫手 投猫手投了一下 地狱龙 让万剑扫一扫 斩杀 可以说是 对手完全挡不住这套 进攻 这套很厉害 真的很厉害 容错率很高 唯一怕的可能是那种自闭系列 不过自闭系列也是可以打 并不可能会输 并不一定会输 但是可能会打得繁琐一点 繁琐一点 打得漫长一点 算计时赛 好 最后一把 最后一把2000分 我们看一下 这人他是有排名的 他是fighter 他很生气 这人很生气 那么我开局分一个红毛 他是带团伙 带团伙 那么我绿胖手一手 稍微手一手 他是一个团伙加骑士 看看怎么办 小皮卡 那么这里 这里后面有根黄毛 我这里可以直接劈一下 劈一下小皮卡 然后黄毛扛两刀 可以把这小皮卡给他扛掉 好 他这塔可能差不多掉了 这个黄毛可以扛伤害 好 直接掉了 那个采集器我劈不掉 那个采集器我没办法 这个剑语还是先不要扫 毕竟我已经拿掉他一塔 已经是优势了 看他是什么卡组 能不能一波把我打死 扫一下 飞满了 好 他是个女巫 女巫我们猎人 黑王 女巫奶奶 不怎么怕这个女巫 他是个绿胖 他是个小皮卡绿胖 小皮卡绿胖 没事 没事 我们打这个绿胖 跟石头人差不多 如果绿胖更强一点 没关系 我们直接女巫奶奶变猪 然后黑暗王子 黑暗王子好像有点扛不住 但是我们有女巫奶奶变猪 他这个女巫被我们女巫奶奶完全吃掉 吃烂掉 好 他是想打进来打不进来 他虽然玩的是绿胖 绿胖很厉害 狂暴很厉害 但我们也是绿胖 只有绿胖才能战施绿胖 我们的绿胖明显比他更厉害一点 这个地面 好 他这个女巫 女巫加骑士 守不住我们绿胖 他直接 他已经进入我们大殿 加剑鱼掌杀内了 好 他是要跟小皮 跟小皮 那么 进化黄某 他加一个狂暴 可以刀一个 但很显然 没有办法 不够 不过我们后面还有一个猎人 清这些小骷髅 好 那么 团伙 剑鱼扫掉 他这套没有什么值得我扫的 这个黑网直接上 把大殿留下来 劈他小皮卡之类的 好的 对 进化骑士 用在左边了 那么我打他右边 他可能左边 跟我玩另一波 直接跟我换 但是他真的能换得过我吗 他真的能打得进来吗 渔夫加大殿劈一下 这个小皮卡勾过来 拍掉 然后骑士勾过来 拍不过 不过我们有猎人 猎人直接崩掉绿胖 女巫奶奶 绿胖捅一刀 右边斩杀了 可以说对手拿我们是 丝毫没有办法 他没有火球 劫我们荒猫 更没有火球 结果女巫奶奶 带来个女巫 被我们克兰 这套卡组 在这个环境里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特别的适合特别的 我自己都被这套卡组打爆了 我可以说是 我可以给予卡组非常高的评价 那么这次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我爱你 Mua